李卓人議員 又在這裏亂吹 說為了公屋 為了建公屋 所要發展新界東北 這個是最大的謊話 因為600公頃裏面 只有36公頃是公屋的 如果粉嶺 哥爾夫球場 170公頃 如果這樣計算 36公頃 還可以蓋四倍的公屋都夠 所以 根本就不是為了蓋公屋 根本就是利益輸送 輸送給大財團 然後說明 4000平方米以上 就可以換地 根本就是讓他們可以合併 然後蓋豪宅 賺大錢 整個目的就是這樣 然後呢 就騙市民 說為了蓋公屋 我覺得這個是很卑鄙的手段 在這裏講大話 現在 當然 制度就是說 數夠票 就搞定咯 有功能組別 在這裏幫他們 補價戶航 功能組別 全部都是為了地產商的利益 為了財團的利益 出賣自己 當然 當然 他們 當然 身價很高 賣了 他們自己 個個都代代平安 所以 根本大家看到制度的暴力 這個政府 根本就不理民意 不理村民 數夠票 就想過 第二個制度的暴力 我們這裏都看到了 就是你 剛才 的暴力 你剛才 強行說 要等 你自己說的 你自己說的 你說 要等 那些人 坐在位先 投票 那你可以等很久的 所以剛才 我很想 秘書處 一定要將 那個時間 交代給我們知道 到底 一分鐘 是六十加N 那個N是多少 因為我們覺得 主席這樣做法 是非常之不公道 等賣人 行賣位 坐夠了 想等夠 來否決我們三分鐘 所以我覺得 一定要對主席你 提出一個 不信任的動議 下位 張超雄議員 信任動議 秘書處 一定要記錄好 時間 張超雄議員